看一下,首先的话有两个方法 它的这个逻辑其实还蛮好理解的 主要就是说呢 我假设我们以这个来看 我以第一阶段里面的部分 就是把这几个数字把它 这怎么样呢 把它加在一起输出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这个字串 将来输出的话呢 会有两个变数 这个是一个变数 这个后面是一个加总的变数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首先我做方法一好了 我们来demo一下 第一个我先把这个做好的程式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方法一的demo 首先第一个呢 一样他要会问两个问题 比较4K的地方是说 他没有跳出说请输入 你要这个输入的数字的次数 那我们第一个范例是输入是一次 有没有一次 Enter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你要得加的那几个数字帮我输入一下 98765 那Enter过之后的话呢 得到的结果就要一串英文 这个数字是他的加总结果是这个35 OK这样就是他要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分两阶段来完成 第一阶段我们先不要管这个跑几次 我先再一次底下这个也是这样 3等于是要跑三个回圈 第一个是32412Enter 那我们要得到结果就是他底下这个这一串 这个的结这个的加总结果就12 还有啊 第二个0Enter 我好像多打一个 3 然后32412 第一个 然后再来的话是0 我刚刚多打一个点 好有没有 加总结果是0 然后再来是769 加起来的结果是22 也就是说呢也是要分两阶段 那我们先不要考虑上面这个 好 我们先考虑什么呢 考虑把那这几个数字加起来的这个问题 那怎么加会要简单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的做法有两个方法 一 我先不考虑回圈 我先考虑什么 帮我加总起来的这个结果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要把98765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98765 加起来之后呢 输出的话 先做第一件事情这样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一样 先 这个等于是初始建立一个变数 变数名声页就叫sum sum的词等于0 也就是将来 这个sum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的最后输出的这个 这个位置 那再来当然我会希望呢 帮我输入一个词吧 所以这底下的话第二行 这个也许就是给他一个 也许就是给他一个 变数叫mum lumber 请你帮我输入input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前面呢 如果输入98765的话 我前面讲过 他如果预设值一定是什么 98765的一个文字 ok 我们前面都转型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 我不要转型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哦 先取第一个字 该什么 把他们一个分开来 那如果说这样来特别注意哦 假如他是文字的话哦 他有个特性哦 就是说如果是文字 如果你要取得第一个字的话 他你可以给他输出的话就是lumber 有点像刚刚之前学过一个叫litzer 中瓜糊对不对 如果中瓜糊呢 假如说你里面输入是0的话 他会得到什么 得到9 如果你输入1的话呢 得到8 0 1 2 3 4 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哦 那个文字哦 在python里面有个特性哦 如果你当文字的话 所以以后哦 你要取得一个文字的第几个字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来做 OK 那如果说你将来哦 要取比如说我要取876好了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怎么取 你可以用这个lumber 你这边的话里面的资料你可以 一 冒号 有没有 23 这样也可以 用冒号的方法 就是可以取得第几个字到第几个字哦 这个还蛮有趣的哦 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那假如说 我要 取得什么 我是应该得加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怎么办 那我就跑个回圈 回圈的数字就是for i in range 0到4 对不对 0到4 然后呢做什么呢 我就把它里面的字一个个抓出来 可是抓出来的话 特别是它的文字哦 文字如果你要累加的话 累加要计算哦 文字是不能够做计算的 除非你要转型 所以底下的程式的话 你可以怎么写 for i in range 0哦 0指的是从9开始 到本来我们后面是01234到5对不对 OK 不过特别注意哦 不是你输入的不一定永远都是五个字哦 有可能是两个字三个字都可能 所以特别注意后面哦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len 刮虎 len是算什么 算里面有几个字 那我可以加一个number 这个mum OK 然后呢 他就帮我算出来 算出来的话 他里面有几个字 98765 刚好五个字对不对 所以0度点5的话 刚好是0到4 所以刚刚好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以后呢 通常会写0度点len到那个位置 好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累加 累加的话就是上等于什么呢 哎 底下的话 这个写法 上 我写定了 上等于上自己本身 加上什么呢 加上mum的那个第几个字 第i个字 因为他第一次是第0的字嘛 他再来是第987 可是问题特别是说 取得的话一定是一个文字 就是你取到的话 他一定是9 可是他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不能做计算哦 除非把它转成9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在外面包一个int 把它刮扶起来 把这个9 转换成数字的9 就累加 累加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我就可以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当然呢 我们 假如说 假设 前面都是直接的 直接把sumprint出来 35 有没有 现在我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先run一下 98765 Enter 但是我们现在没那么简单哦 我们要怎么 sum of 没有一串 对不对 他要我们做出输出的结果 sum of digit of 这个 你输入的这个资料 is 这个结果 那我可以 先 在考试的时候 他没办法 control c 不过因为我云端上有这一串 我就想直接把它拿到这边来 输出 那可是特别注意哦 输出我先一个文字 输出这一串 诶 那 特别注意哦 我前面有教过各位一个方法 这边呢 跟这边是两个 不固定的变数值 那不固定的变数值 还记得format吧 诶 所以在说format非常非常好用哦 你可以这边加个什么 大瓜糊 第一个不固定 第二个不固定是这个 那我将来要把这两个值填上去的话 我可以点什么 点format 然后一个瓜糊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lumber填过来 因为它实际上呢 就是一串我们填的98765 而且哦 因为我input它没有转型 所以它是文字 那文字放到这边 刚好填到这边也是文字 没有问题 不过其实如果它是数字也是可以啦 不影响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 把加重的结果 sun 放到这边来 诶 这样的话呢 就符合它要的结果了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有没有 98765 enter sum of digits of 这个数字 is这个结果 诶 这样的话就ok有没有 所以特别说 我觉得这一题难度 真的比前面的等于多好几倍 等于好像考 可以 第一个它又要考这个什么 这个字串可以用切割的 然后累加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第一阶段先完成 那第二阶段就是说 那要跑几次的计算 我们还没写 不过其实很简单 就加两行就可以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完成这部分 城市只有五行 第一阶段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特别注意哦 尤其是那个文字 要取第几个字 那如果你要累加的话 要计算的话 记得一定要转型 外面一定要包int 你才有办法计算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一题在很多地方转弯 很容易做错 像input的外面不要转型 为什么 因为我是要取得它里面的第几个字 那跑个回圈 那跑个回圈 从第零个 从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 第四个 五个字 一个字一个取出来 所以取出来是文字哦 那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才需要 在 累加的 部分 去做转型 输出的话 这个地方哦 可能用format来做 或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第一阶段哦